我去过广州一次 我就觉得在广州卖的各种各样的食品 我见过还有卖蛇的 然后我就很奇怪 还有卖蛇的 还有卖其他动物的 而且都当做食物来卖 其实我对蛇还是很感兴趣 因为我经常带儿子去公园什么 才经常看蛇 后来我上网搜了一下 就关于蛇的各种说法 甚至是吃法 网上有这么个说法 说蛇咬到猎物就不松口 是真的吗 假的 为什么呢 假的 乌龟才是咬住了不松口 那个蛇呀 咱们看过动物事件嘛 无毒蛇呢 它是靠勒 蟒呢是靠勒 对 蝉 蟒蛇没有毒 窒息 这种有毒呢 基本属于咬完之后 往那身体里注入了大量的毒液 让小猎物跑出去不远 就毒发身亡 然后它慢慢地走过去 把它大嘴张开 松下下颚 直接生吞 我挺害怕蛇的 我基本上会离得比较远 但是电视剧上都演过呀 这个被蛇咬一口 这边救命的人就用嘴巴 帮他把毒液给吸出来 其实主要还是那个毒液 对 所以你也觉得这个说法是 假的 假的 你们俩都认为这个说法是假的 对 对对对 好了 两位嘉宾都已经把答案给出来 都认为这个是假的 事实上到底是什么呢 请看我们的调查短片 蛇咬到猎物就不会松口 是真的吗 这是去年一段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视频 视频中 一名中国女游客 在泰国驯蛇师帮助下 接近一条蟒蛇 并试图亲吻 突然被蛇反咬 女游客反复挣扎 也无法甩开蟒蛇的视频 一时间轰动网络 不少网友纷纷晒出照片 并感谢当年不咬之恩 同时也有不少网友 对于蟒蛇咬人的习性 发出讨论 蛇咬出东西后 打他他都不松口的 蟒蛇咬人是不松口的 这女游客一拽 直接给划开了 蟒蛇咬人不松口 毒蛇咬人才松口 但也有网友认为 并不是蛇主观上 不想松口 牙齿把肉卡住了吧 想松也松不开 那么蛇咬到猎物后 究竟会不会松口呢 真相小分队 来到了中国科学院 成都生物研究所 寻求答案 在这里 小分队看见了一个大家伙 老师 这是咱们这是什么一种蛇 这和视频中的就是同一种蛇 它叫网文蟒 今年应该是七岁 三米多长 三十多斤 它现在为什么这个颜色 跟视频上不一样呢 因为它是人工培育的白化品种 小分队决定先观察这条 网文蟒捕食的过程 那么它的行为 会和视频中的那条蟒蛇一样 紧紧咬住猎物不松口吗 由于网文蟒体型过大 考虑到安全原因 专家将蟒蛇 放进平时饲养的环境中 进行喂食 等白鼠刚一靠近窗口 网文蟒迅速立起蛇头 一口雕走白鼠 同时用身体撕死地将白鼠铲住 甚至可以看见蛇身体上 不断收紧的肌肉 从表面上看并没有看见 蟒蛇咬到白鼠后 身体上有任何的动作 但是此时的蛇头 已经被一圈圈盘住的蛇身 遮掩住了 记者无法看见蟒蛇咬到白鼠后 究竟有没有松开口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 小分队决定 使用其他相对较小的蛇 再次进行实验 玉米蛇 无毒 三岁 属夜型动物 爱在晚间及黄昏时候活动 颜色很多 这次实验 我们将玉米蛇 放进一个透明的玻璃箱内 刚刚进入新环境的蛇 不停地扭动着身体 显得有些躁动不安 那么这次玉米蛇咬到猎物后 会不会松口呢 这次专家把小白鼠投入玻璃箱后 玉米蛇并没有马上对它进行攻击 一蛇一鼠 甚至相互嗅了嗅彼此 突然 玉米蛇一概和谐相处的画风 对小白鼠发起了攻击 并迅速像蟒蛇一样 将小白鼠紧紧缠了起来 能看到小白鼠的身体不断地抽搐 而这次在侧面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玉米蛇咬到小白鼠后 始终没有松开嘴 直至小白鼠死亡 最后玉米蛇开始享用其嘴边的美食 不停地吞噬小白鼠 记者观察发现 玉米蛇咬到猎物后 确实没有松口 那会不会像网友所说的 无毒蛇咬住猎物不松口 有毒蛇咬到猎物才松口呢 为了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记者决定 使用短尾腹蛇再次实验 短尾腹蛇 是我国分布最广 数量最多的一种毒蛇 也是造成蛇伤的主要蛇种 这一次小白鼠头放到玻璃缸中 短尾腹蛇就猛地一头扎向小白鼠 通过慢镜头 我们可以发现 蛇头飞快地冲出去后 张开嘴 在小白鼠身上咬了一口 随即就松开来 退了回去 这和我们之前观察到的结果 并不相同 难道是因为短尾腹蛇没有咬住 才使小白鼠逃离的吗 只见小白鼠在玻璃缸内跑了一圈 随后倒地开始抽搐直至死亡 看来并非是短尾腹蛇没有咬住猎物 而是自己主动松开的嘴 通过观察发现 蛇咬到猎物后就不会松口是假的 那为什么不同的蛇咬到猎物后表现不同呢 其中有什么规律可循吗 这是因为蛇它的猎杀方式不同 我们刚才做试验的那三种蛇 其中两种蟒蛇和玉米蛇 这两种都属于无毒蛇 像这种无毒蛇 它在捕食猎物的时候 它要一口咬住这个猎物 因为这个猎物当时不会死 它要避免这个猎物挣扎 猎物反抗 伤到自己 它会用身体死死地把猎物缠住 直到感觉到这个猎物的心跳不跳了 它会感觉到这个动物已经死了 这个时候它才会放开 然后慢慢地把食物吞下去 然后我们那个腹蛇是一种巨毒蛇 如果它咬住猎物不放的话 十几秒钟在这个动物挣扎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把它的毒牙争断 对它来说是一个损害 所以它要保护自己的毒牙 它就是瞬间地咬住猎物 将毒液注射到猎物身体里以后 将猎物致死 然后才将猎物吞下去 那是不是意味着 所有的毒蛇咬到猎物后都会松口呢 像竹叶青这种 竹叶青这种蛇 因为它的毒性不是很强 很多时候它是在树上 比如说捕食这种鸟类什么的 它咬住以后 它也不会松口 因为它主要是怕猎物逃跑 但只是个别的一些毒蛇 它是这种捕食方式 那么如果在户外 真的被无毒蛇咬到不松口 我们应该怎样及时自救呢 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一般的就是 利用身边的一些 比较锐利的一些锐气 比如说铅笔啊 钥匙啊 螺丝刀啊 这样的东西 去戳它的这个卸脂孔 也就是蛇的这个肛门孔 那个地方 去刺激它一下 这个时候呢 通常来说它也会放开 专家同时提醒大家 因为大型无毒蛇 咬到猎物后 极难松口 所以在关上的时候 不要轻易与之亲密接触 以免伤及自身 如果刚才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蛇咬到猎物后 不会松口的说法 是假的 假的 恭喜两位啊 都答对了 刚才看到那个视频 那个蛇 哎呀 好难过 哦 是啊 被咬的那种 真的 对对对 其实黄老师 您真该通过这个节目 跟所有游客呀 太危险的东西 千万千万不要去接近的 对 什么鳄鱼啊 老虎啊 很多游客出去 真的是那种猎奇的心态 它终归是动物 是 它会受到伤害的 还是注意安全 是 尤其不要乱亲是吧 对对对 一直 也别去乱感受 你去亲啊 摸呀 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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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